自相年6月開始,香港發生了反修例風波 隨後,日華牧師分享一批主日信息 完解香港亂象,神之視點看奇局 其中一部分,錄製於2019年10月28日 這批主日信息一直播放至2020年1月5日的主日 其後,因著全威牧師離世的事件 主日改為播放《權能威榮之復環》 新冠肺炎座談會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 以及終極知名的信息 而今星期的主日將會接觸《完解香港亂象》這個題目 繼續播放尚未播映的部分 以下是當時1月5日主日信息的回顧 問題一,30年前1989年的六四事件 當時少偉浪潮席捲傳中國 中國出動軍隊鎮壓和清場 於短短幾年間,中國已經回復正常狀態 牧師,對於中國當時這種處理方式 你認為是否最佳的方法 以及最能夠幫助到這個國家呢? 答案是,對於沒有石安這種級數的教會存在時 這是唯一的方法 原因當時也同樣是美國煽動的一場暴亂 這也是點解中國於銀行界、學術界、宗教界 處處防範美國的原因 然而,當面對香港的問題時 中國一定要等待香港的暴亂程度非常嚴重 香港人歡迎解放軍的時候 才會出動軍隊鎮壓 但後果必定會演變為軍法統治 因為一旦開始軍隊鎮壓之後 部分激進的示威者會大量暗殺軍人 這樣,當一隊隊軍人一起巡查 維持香港秩序甚至戒嚴的時候 同時間,美國也會用武器和裝備去支援示威者 到最終,唯有軍法統治才能夠收拾殘局 制止示威者遇政府玉石區份 來到這裡,大家會否察覺到 對比新冠肺炎疫情之前 現在,我們更加理解到這段分享的前瞻性 對比幾年前 我們對於美國與香港背後參與的角色 可能是非常模糊 甚至乎日華穆斯分享佔中十二部之後 我們才首次聽見美國是如何擦反一個國家 但是現在 香港成為中美貿易角力場的位置 已經是皆知航民,成為上色的一部分 每一個人都知道 美國與香港有著極大的影響力 不斷頻頻出手 並且,知道美國面對中國的崛起 其必然後果就是兩紅相爭,鬥過你死我活 而香港,就成為美國破壞中國大陸的跳板和槓桿 尤其是,中國大陸也都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 假如香港可以成為推翻自己政府的教材的話 大家可以想想 中國大陸十幾億人又會如何呢? 結局,可能真的會成為下一個慘敗於美國手下的國家 如日本,歐盟,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等等 因此,國安法正正就是中國政府所選擇的應對方式 阻擁其他國家對於香港的擦反 問題二,早於五年前,信息已提及追擊手的出現 並且,香港貨櫃已暗藏美國的軍備 預備擦反一個地方 按住現時的走勢,美國和整個暴動的走向將會如何呢? 答案是,如果以武器來計算 這是將一個城市正式倒退回到野猛人時代的最好方式 每一次暴動,當中有一些是由領袖帶領 有一些則是因為互相感染所產生 但今次香港這種暴動,並不需要領袖 只要一個使得他們滋生和互相感染的環境 互相壯膽,就已經可以發生 所以,現時香港的執法和司法 已經成功地製造這個環境 就是當一個年輕人被拘捕並釋放出來之後 他們有著更多的經驗值 於再犯的時候,他們就比以前更加優勝 所以,現時的執法、司法或者行政所用的方法 是潑電油救火,只會不斷滋生暴徒 當他們被資助,甚至被煽動的時候 這些年輕人就可以輕易破壞一個世界重要的城市 當出現最激手的襲擊,就更加能夠產生互相的仇恨 而當仇恨產生之後,人們就不會有理智 希望對方被屈枉,被腐害 甚至乎更加希望自己可以親自操刀去對付他們 所以,仇恨將會盜絕所有的民主 尤其是香港人的武俠片文化 希望敵人不會被法律制裁 而是被主角親自殺掉 所以,當現時,示威者對警察已經演變成仇恨 這樣,已經不再需要討論理據 並且,民主、法律、道理等等將要全部失效 問題三 現時,只要警員落單,單獨行事就已經會被人圍攻 若情況演進,出現追擊手或者更多暴力 甚至槍殺和謀殺的話 這樣,弟兄姊妹應該如何保護自己和身邊的家人呢? 答案是,於將來,這些事情必定會出現 因為啟示錄大災難的時候 就是審判出現,眾多人遇難的時候 所以,假如弟兄姊妹的家人尚未信主的話 其實,是不可能保護他們 並且,弟兄姊妹也只能夠僅僅保護自己 方法就是必須行於神的旨意、神的真理 甚至是聽從教會的動向 這樣,神才會成為我們的護盾 所以,不要於暴動的時候 因著好奇而走到街上 如果這樣做的話,神就不能夠保護你 對於那些未有信主,未有留意自身安全的人 神不可能保護他們 因為,神只是預備保護那些將會成為轉捏點的一群人 為他們行神職,甚至將殲滅敵人的能力 賜給兩位無醫人 這樣是為了讓他們完成指定的工作 所以,我們要做的 就是成為走進神的計劃當中 能夠被神使用的人 因為,神製造出大量的印證 目的就是為了印證我們所完成的事情 所以,神會保護那些完成神使命的一群 這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 《完解香港亂象》 神之視點看奇局的訊息